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要报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提要 经济学人习近平带领中国进入烂尾时代 社会主义是习桑中 习近平祖西方研究中国 加剧双边资讯落差 赌球假球43人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赛 两年内必须端出十兆 中国才可能消除通缩 美智库主管当中国代理人将被引渡至美国 华为三折叠机刻意淡化芯片落后 400万人盲定炒至9万元 消费信心危机 中国人出游前三天才订房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经济学人称 习近平带领中国进入烂尾时代 社会主义是习桑中 中国经济的下滑已经无法控制 各种矛盾接连爆发 经济学人的最新一期封面故事 主题是中国经济 其中特别提到 中国目前正陷入严重信心危机 因此将经济危机推到一个新高峰 不但消费者对政府失去信心 连政府自己也对挽救经济失去了信心 外商带着资金撤走 今年头两季从中国撤走的外国直接投资 达破记录的148亿美元 另外中国政府长期隐瞒经济数据 不但公布的GDP数字 没人相信 甚至地方和中央政府在做经济决策时 也难以知道数据是否正确 没有人知道习近平阅读些什么资料 也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做出决定的 扭怀经济学人提到 目前全中国有3000万个家庭 买了烂尾楼正在苦苦挣扎 最近烂尾一词在习近平任期满10年时 突然流行起来网上细数10年内的烂尾项目 破坏最大和影响最深远的有以下的烂尾 第一研究显示 单是清除烂尾楼就要6年至10年 日本用了30年才彻底消除防止泡沫破灭的影响 中国要多少年才能消除防止泡沫破灭的困扰 已有研究指出 中国可能还不如日本 就眼前来说 政府不愿给发展商贷款 发展商就没钱完成烂尾楼 只要房价继续直直落 就不会有人愿意买房 房市只会继续恶化 第二 失业是造成烂尾青年的主要原因 五年前疫情爆发时 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就开始 全国18至34岁的年轻人 估计接近3亿 失业人数则接近1亿 在绝望和沮丧下年轻人 最新的躺平是入住青年养老院 每月只要租金800元至1000元人民币 就可以不用挣扎 庞大的失业军总有一天忍无可忍 向社会提出控诉 世上没有任何政权 可以抵挡这样庞大的抗疫力量 第三 十年前一带一路提出时 西方瞩目 因为计划连接亚欧 参与国多达169个 但是没几年计划就开始烂尾 因为不少参与国无法偿还中国的贷款 因而掉进债务陷阱 在日前的中非峰会上 中国承诺未来三年 为非洲国家提供3600亿人民币的精元 这种手段与一带一路贷款策略相同 但以政治为目的的手段 从来都不可靠 中共使用这种手段推广外交 将难以找到真正的朋友 第四 香港也成为中共的烂尾项目 2020年6月 北京在港推行国安法 以前香港的地产繁荣兴盛 现在全面崩溃 房价跌了至少四五成 以前富可敌国的地产商 现在纷纷遇险 新世界地产日前宣布 过去一年亏损200亿港元 看透市局的超人李嘉诚 今年初率先大学家卖掉一些楼盘 接着又将旗下的长江基建迁移到英国上市 香港被毁灭 对于台湾来说最有启示作用 邓小平的开放改革 缔造出中国的经济繁荣 但这个经济繁荣 2023年正式结束 中共在2022年底解除防疫措施 以为一旦解禁经济就可反盘 但事与愿违 经济由去年第二季至今 一直恶化 经济由盛转衰 政府必须进行挽救 但一年过去了 挽救无效 到了今年7月的中共三中全会 中共不得不承认经济失败 这是中国经济繁荣至烂尾的过程 眼前的北上广深 市面萧条 到处可见关闭的商店 更危险的是 中国陷入严重的信心危机 政府对挽救经济已失去信心 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出现目前的困境 房市危机和消费不振 都是重要因素 但仔细回顾 不能不说2020年到2020年的三年清零 是击溃中国经济的最重要原因 清零期间 政府无情地将人民封锁在家 无情地封锁工厂 商店导致大量工厂停工 六成商店关门 传运和外贸停止 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中断 工厂外移使中国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 全国消费被打乱 至今仍未能恢复 归根究竟 造成上述烂尾的是社会主义 中共近年推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有数个特点 一 经济由国家控制 二 市场的作用不受到重视 三 民企私企受无情打击 四 企业家不得聚集财富 导致企业家不相信政府 一个多月前的三中全会 虽说要深化改革 但不重视市场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只要这样社会主义路线不改变 挽救经济只能是空谈 有网友说 很可能这个烂尾最后把习近平拉下台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内容 习近平组西方研究中国 加剧双边资讯落差 继华尔街日报报道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断收紧政治控制 借构助紧政治控制 限制日常资讯的取得 并规范部分公开话题的研究 外国学者愈来愈难进行中国相关主题研究 包括实际前往中国考察和取样 让许多西方学者忧心 中国可以继续在公开的西方社会学习专业知识 西方却无法探讨中国拥有的知识 久而久之可能加剧彼此的差距 那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 西方学者在中国的处境不断恶化 新冠大流行期间情况更糟 许多中国学者也无法出国 中国大专院校还会控制视讯会议平台上的跨国对话 中国去年重新开放边境以来 许多外国学者对重返中国犹豫不决 因为传统上的面对面访谈 答案研究和实地考察等都变得更加困难 他们及与他们交谈的任何中国人 都可能面临被拘留或失踪等安全风险 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刑事法学院研究性别与法律问题的副教授 李克表示 以前访问中国时 他可直接与当地法官交谈 有时还会溜进法庭旁听审判 现在几乎不可能 对一个民族学者来说 这就像研究被判死刑 与此同时 一些中国研究人员也停止与外国同行分享数据 以免违反数据安全法 北京一所顶尖大学教授直言数据安全法措辞广泛 模糊让学者倍感焦虑 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采访十几名中国议题学者后指出 有些人不得不更改研究领域 例如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国历史副教授包爱梅表示 他原本计划在2020年访中研究传统算命如何演变 即保持流行 但随着防疫管制和宗教敏感性增加 他不得不放弃 加拿大亚伯达大学政治学家哈斯玛斯则表示 由于政治敏感性 越来越少中国调查机构愿意支援外国学者 有些机构提出的调查工作报价 甚至高达5万美元 十年前才不到1万美元 半般听到经巴学即将发表的报告显示 从2012-2017年期间到2018-2018-2023年期间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 中国相关研究计划数量减少一半以上 其中社会和经济科学领域的下滑最为明显 此外 该基金会资助的中国实地研究 拨款也减少近75% 目前仍不清楚 这是因为该基金会不愿支持 以中国为重点的研究 还是因为学者出于恐惧或不便 而放弃寻求资助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内容 赌球 假球 43人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赛 据法新社援引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 中国足协周二9月10日公布 因设赌博和踢假球的惩处名单 其中43人包括三名前中国国脚和韩国国脚孙准号在内 被终身禁止在国内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 法新社报道称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中国体育界 尤其是足球界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 并监禁了多名高级官员 中国公安部表示 在对中国足球非法赌博和假球进行的为期两年的调查中 共有128人涉案 被终身禁止在国内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43人 是其中之一 这一消息是在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对阵 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前几小时传出的 中国队上一场赛事 零底七大败给日本 中国网络随即出现批评浪潮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足协指控曾效力于中国联赛山东泰山队的孙准浩参与踢假球和收受贿赂 法新社说 这位担任山东泰山队外援的韩国球员自2023年5月 在中国被拘留后 于2024年3月返回韩国 另据韩联社消息 孙准浩当时很可能因牵涉假球案 或在转投山东泰山的过程中 行贿接受警方调查 但孙准浩方面对此予以强烈否认 日前大韩足球协会相关人士表示 若一国足协将一定水平以上的处罚决定 通知国际足联 相关结果将在国际范围内适用 若中国足协作出永久开除决定 该决定同样也在韩国适用 据悉同样效力于山东泰山队的前中国国脚精进道 也被列入终身竞赛名单 北京日报报道指出 在处罚名单里有个很显眼的名字 就是前国脚汪松 网传汪松在国足0比7 惨败日本后发朋友圈说 国足的一场惨败 错在球员吗 显然不是 此刻是应该推翻一些陈旧东西了 阵痛之后不真正去学习足球 强国先进东西 不彻底改革中国足球和教育相结合的体系 那中国足球的未来依然是没有未来 不料三天后 他便接到了一纸禁足五年的罚单 法新社提到 中国足球管理机构本身也受到了严格审查 已有十几名高级官员因腐败调查而被免职 今年三月 中国政府判处前主席陈旭元无期徒刑 罪名是收受所谓的特别巨额贿赂 8月 中国一家法院以受贿罪判处中国足协前副主席李渝毅 11年有期徒刑 中国足协主席宋凯如今表示 在公布纪律处罚决定后 将向国际组织如实报告有关情况 并由相关国际组织决定是否做进一步处理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内容 两年内必须端出十兆 中国才可能消除通缩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经济学家指出 由于外界越来越担心通缩压力变得根深蒂固 中国需要在两年内花费最多十兆人民币的刺激资金 以让经济通货再膨胀 恢复可持续成长 经济学家表示 这项刺激措施将是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实施4兆人民币刺激规模的2.5倍 必须透过设服支出来直接锁定家庭 而非透过投资和兴建基础建设 他们警告 这个问题已变得更加急迫 因为通缩若变得更根深蒂固 通过刺激措施消除通缩的成本就越高 他们估计的刺激规模凸显中国决策人士在重振经济成长时所面临的挑战 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邢自强表示 通缩的时间越长 通货再膨胀 所需的刺激规模就越大 高盛表示 由于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 中国家庭已削减支出并增加储蓄 第二季经季节调整的中国家庭储蓄率 约31% 为了因应疲弱的消费信心 北京当局向工业部门投入资金 依靠制造业和出口来维持经济发展 而房地产业则因未出售房屋供过于求而面临困境 但这也增加需求低迷时期消费品的供应 导致通缩加剧 北京当局今年设定的GDP成长率为5% 但经济学家指出 通缩压力已对明目成长率造成冲击 削弱企业获利并导致企业裁员和减薪 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在过去23个月 一直处于萎缩区间 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处于微增情况 显示通缩压力徘徊不去 邢自强指出 在乐观的情况下 北京当局可能在两年内发行10兆元的刺激基金 其中7兆元用于提高2.5亿农民公社福支出 其余3兆元将用于加速大量库存房屋的销售和稳定房价 邢自强估算 这需要中国扩大预算赤字 每年从占GDP的11%增至14% 但这将消除通缩压力 并推动未来几名明目成长率超过5% 若维持现状 通缩压力将导致今明两年实质成长率降至左右 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陕辉表示 中国需要3兆元来稳定房市 还需要1兆元用于资助资金短缺的地方政府 之后政府可进行急需的社福改革 例如提高失业保险 Turco中国研究副主任贝多尔表示 中国需要向家庭直接转移3兆元 至8兆元已将家庭消费恢复到疫情前水准 麦格里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指出 中国通货再膨胀的资金需求达5兆元至10兆元 这是合理的预估 汇丰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范立民也认为 5兆元将是中国稳定物价的基准数字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内容 美知库主管当中国代理人将被引渡至美国 据联合早报报道 美国检察官通报 美国知库主管盖尔·卢福特将在未来几周或数月内被引渡至美国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检方星期一9月9日说 卢福特曾在去年已未经注册充当中国代理人的罪名被起诉 目前已被逮捕 卢福特一旦被引渡将在曼哈顿联邦法庭面控 并被要求提出抗辩 去年4月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指控 卢福特在2016年代表驻中国的上层 向一名美国前高官付钱 并寻求居中撮合 以销售武器和伊朗石油 检察官在向法庭提交的文件中说 卢福特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 今年2月在塞浦路斯被逮捕 但在交保获释期间逃亡 检方表示他此后已被重新逮捕 但未具体说明他在何时何地落网 在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担任联席主任的卢福特 去年在X平台上发文说 他从来不是什么军火交易商 对他的指控均出于政治动机 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 自称是一家专注于能源、安全和经济趋势的智库 该组织去年表示确信卢福特是清白的 美国司法部目前正打击当局指称 充当俄罗斯和中国等对手的代理人 美国联邦检察官上周指控俄罗斯媒体 今日俄罗斯的两名雇员串谋影响 2024年美国选举 他们也指控纽约州政府前雇员非法充当中国代理人 在纽约州政府任职期间 与中国领事馆官员合作 推动中国的利益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内容 华为三折叠机刻意淡化芯片落后 400万人盲定炒至9万元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在星期二9月10日下午 发布的全球首款三折叠屏手机 MXT非凡大师 据报已经吸引超过400万人预约 并在二手平台上被炒至9万元人民币 比起原售价高出了好几倍 而据CNBC报道 分析师表示 华为推出的三折叠机芯片能力并未突破 仍落后尖端技术2到3年 综合21世纪经济报道 第一财经等报道 目前华为MXT非凡大师 还处于线上预约阶段 要到9月20日才正式开启抢购阶段 该手机的256GB版本售价 19,999元人民币 512GB版本售价219,999元 ETB版本售价23,999元 报道称 在线上的华为商城 这款手机的预约人数已达到406万 在这股热潮下 不少商家在咸鱼平台挂出该手机的预售信息 价格从2万元炒到5万元 更有甚者将售价提高至9万元 中关村在线也引述一名正在排队预定的杨姓女士说 她只是想趁下班时间顺路预定一部手机 抢到就是赚到 倒卖出手才是目的 可以发笔小财 中关村在线的报道 没有提到这名杨姓女士在中国哪个地区或城市排队 华为在周二十日 YMXT发表会期间并未提及任何芯片开发情况 并淡化芯片劣势 仅试图强调其手机是市场上第一款三折叠手机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内容 消费信心危机 中国人出游前三天才订房 据自由财经报道 在经济复苏疲软的背景下 中国游客对消费更加谨慎 宣示他们临时出游的状况越来越多 万豪国际集团总裁卡普·阿诺 上周在美国银行的赌博和住宿会议上指出 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在出发前三天内才预定饭店 这是有史以来最短的时间 远低于全球其他地区消费者将近20天的预定时间 他认为 中国目前正面临一场真正的消费者信心危机 CNBC报道另一方面 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学家表示 旅行者更接近出发日期才计划行程 深圳目的是利用临时促销优惠 这反映了消费者喜好上的转变 现代旅行者更喜欢在旅行计划上保持弹性 经济学家还指出 尽管人们仍然渴望度假 但对收入和消费的信心仍然低迷 长江商学院的博迪指出 这种较短的预定时间 通常是表明消费者的不确定性增加 以及他们对于支出的谨慎 这状况会使企业在需求预测和准备方面面临挑战 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 世界旅游业理事会在2021年的报告 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预定时间较短的市场 2019年 在旅游平台协程上有70%的饭店预定都是在入住前三天内完成的 由于疫情期间旅行限制的不确定性 这一比例在疫情的前二年上升至80%以上 万豪国际今年7月下调了其可用客房收入的增长预期 并指出中国当前需求疲弱和价格趋势低迷是主要原因 这种定价压力也体现在整个产业中 协程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国内饭店和航班的平均价格持续下降 当被问及下半年展望时 协程财务长王萧巡表示 由于预定时间过短 公司对未来的能见度非常有限 该平台预计有鉴于去年同期 基数较低中国十一国庆假期后的预定活动 预料将会回升